這個人看起來很不舒服 劉亞人自我合理化用讀很愚蠢 戰鬥道歉殘被麥克風嘟臉 批判傷害 죄송합니다 韓國最年輕青龍嬴第36歲的劉亞人 27號結束警方12小時的調查 這也是他爆出燃두風波50天以來 時候都在鏡頭前露面 你內容匯약 혐의 인정하시나요 調查一下 我可以告訴你一些事 我根本就告訴你 今天警察調查一下什麼質問 你會導致判查 聽見後面呀 判除患的事茂 判決於警察調查 関根門同社交調查 警察調查 加油 不行 嘗不膽 收力 Court 下面 目前 含着 刘二仁因为涉毒 演艺 事业之举 演出的《地狱攻时2》确定换酒 和李炳宪主演的电影终极对异 因为对戏画面太多 剪辑难度之大 Netflix已缺含向制作公司解约 广告商也下载有他代言的广告 恐怕将命令高达51韩元 约11.8亿台币的广告违约金 28号刘亚人以韩文 英文两种语言发出道歉文 表示吸毒的自我合理化绝对是愚蠢的选择 也是错误的想法 一方面继承了演员的事业 另一方面又在伤害自己 这让我感到非常后悔和羞愧 想象跟我一起拍摄电影 戏剧 广告等珍贵的人员们 表达昨天没能表达的歉意 群众桑 众桑梨 众桑梨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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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